我想知道 寫完這首歌 到何時開 何時給爸爸聽 寫了一個英文demo 就已經忍不住給爸爸聽 是啦 是啦 爸爸也說 歌詞很好 It's very true 爸爸你不要那麼感動了 所以我寫這首歌 因為我真的很需要他知道 無論我說幾百萬次 都好像常常都忘記 就算結婚也好 爸爸永遠都是我的第一名 怎麼會不是呢 That's my dad 希望通過這首歌 他會記得這件事 但我想問 因為寫給爸爸的情信 第一刻我會幻想是一首很感動的作品 但你這個作品是很輕快 很開心 為何你會選擇一個這樣的形式去呈現這首作品 就是因為我想提醒大家 這是一個開心事 不要太擔心 不要想太多 一圈圈主持 阮兆祥 住情 天欣 總有一圈圈中你 阿清 是 天欣 在這裏 你有沒有發現 突然間不知為何 整個室室的顏色變了 平時我們看到很簡單的木的顏色 白色的背景 但不知為何這位嘉賓一坐在我旁邊 我突然感覺到到處都是粉紅色 浪漫的氛圍 沒錯 歡迎我們今天嘉賓江麗文 Leslie 哈囉 恭喜恭喜 立即握個結婚戒指 立即握個結婚戒指 是直播看到的結婚戒指 成為人妻 阿柏侯太你好 阿柏侯太你好 我是柏侯太 見到Leslie今天 除了跟我們分享她的喜訊之外 當然也要分享她的新歌 叫做 爸爸放心我出嫁 我們先說這首歌 這首歌是由Leslie自己作曲 填詞她也有份 還有簡家明一起填 MV在分享網站裡面也可以看到 首先知道Leslie出嫁 出嫁之餘都特別寫一首歌 曾經有人說出首歌當然是寫給老公 說自己的未來 居然寫一首歌是送給爸爸的 前世情人 這首歌真的是情信 為何有感如發想做一首歌 特別是紀念這件事之餘 亦是和爸爸的一首歌 第一大家都知道我和爸爸是很親密的 其實我寫這首歌之前 我有一點擔心 好像經常說爸爸 大家會否介意 但我就是覺得就是應該 就是應該多些示愛 多些說我有多愛我爸爸 我不應該介意別人覺得怎樣 我覺得我已經入行十幾年 其實大家都知道 我是徐沛過女 我就是和爸爸很親密 為何我寫這首歌 其實爸爸很喜歡柏豪 他一早已經可以了 因為我看過內地的節目 因為那時候你和柏豪一起上去 做所謂的主角 看到爸爸對於柏豪的時候 已經很有好感 是啊 但是我們一定婚 我感覺到爸爸特別緊張和擔心 無論他多喜歡柏豪 他都很捨不得 然後我寫這首歌 我在洗澡的時候 我每次洗澡的時候 我是錄音的 是 因為我的靈感會來 錄片 不要啊 你就是 準啊 然後我洗澡的時候 就想 不知道爸爸會不會OK呢 接下來結婚 那時候還沒有Postpone 還沒有Covid 很擔心他 就開始 不如寫個情歌 情信給爸爸 然後就開始了這首歌 OK 在浴室那裡 就開始了 首先是一個Hook的melody 是啊 然後就馬上想一下 用了多久時間 最後完成了這首歌 其實我每次寫歌 十六歲到現在 哇 二十年了 二十年呢 我通常都是一次過來的 melody 我的英文歌詞 和歌詞 全部一次過來 所以寫歌我是很快的 十五至三十分鐘內 就已經寫好了 但如果說完 當然要請一個寫廣東詞的作詞人 然後又要找我的co-producer 那些東西 我想都通過兩個月左右 嗯嗯 我那時候特別飛去韓國去錄音 是嗎 因為我的music partner 其實是在韓國的 我之前念 Until We Meet Again 都是跟他一起合作的 但始終這次因為是廣東歌 就找了Joe White 就幫我做一個online co-producer 所以結果我們監製有三個人 哇 我想知道 那寫完這首歌到什麼時候 那一刻是被爸爸聽的呢 啊 寫了一個英文demo 就已經忍不住給爸爸聽 是啊 是啊 然後爸爸都說 嗯 幾好啊 那些歌詞 Yeah It's very true Yeah 然後他就說 爸爸你不要那麼感動了 所以我寫這首歌 因為我真的很需要他知道 無論我說幾百萬次 他都好像常常都忘記 我就算結了婚也好 爸爸永遠都是我的No.1 哇 怎麼會不是呢 Right That's my dad 是 就希望通過這首歌 他會記得這件事 是 填入塵 但我想問呢 因為寫給爸爸的情信 是 我可能第一刻會幻想 是一首很感動的作品 是 但是你這個作品是很輕快 很開心 很開心的 為什麼你會選擇一個這樣的形式 去呈現這首作品 就是因為我想提醒大家 這個是開心事來的 不要太擔心 不要想太多 還有我亦都很希望通過 這麼開心又有得跳舞的一個MV 這首歌 我可以鼓勵其他人 多一點和自己 無論是爸爸媽媽都好 多一點時愛 多一點說I love you 或者多謝你 還有希望通過這個MV 比較簡單的Dance Move 都想鼓勵大家和自己爸爸媽媽一起跳舞 哇 即是說到MV就不得了了 好可愛啊 我看到他跳舞了 爸爸也要出來跳舞了 好可愛啊 好可愛啊 這首歌就做好了 但是邀請爸爸去拍MV的時間 是不是爸爸都說 OK 沒有問題 當然 當然 我本來有點擔心 就是因為爸爸始終都70 我們拍攝的時候他75歲 我都覺得爸爸會不會太累 或者是不好玩 我一問他 嘩? sounds fun 好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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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通過兩天左右 幾個小時幾個小時一起去排舞 然後我很少看到我爸爸會緊張 因為他已經入行七十多年 他習慣了 但始終可能他上次排舞 可能是四十年前他拍歌舞劇 原來真的很不同 出生再次跳舞 事隔四十年 然後他也說 爸爸不知道可以不可以 或者會不會很難 但結果我看到他是很享受 當然最重要也是 爸爸不要太慘 你一累你要坐下 但結果他也很少坐下 不用我不用坐下 繼續繼續 OK 除了有快的舞步之外 也有slow dance 是 這段舞蹈都要留下深刻的印象 好感動 因為我們拍攝的時候 導演他也有跟我們說 爸爸 這裡就是你要想 你的女兒要結婚 有一點情感 你抱著他 給他一些表情 一開始拍攝 爸爸真的像大家在MV看到 是不笑的 其實是有一點不開心的表情 我記得導演說 可不可以笑一下 可不可以開心一點 他也做不到 媽媽是這樣的 在出嫁女時的時刻 然後一剪輯 爸爸就跟我說 真的捨不得來 哇我的天 爸爸我要拍攝 我已經化妝了 不要來這些 爸爸 但真的很甜蜜 但我也覺得最特別的 不只是我出歌要出MV 這個MV 真的是我跟爸爸的Forever Memory 永遠都會在 我覺得很特別 應該不會有很多機會 普通人會有很多機會 跟爸爸一起去跳舞 而且再記錄了他 是一件人生這麼重要的時刻 這件事應該是相當難忘的一個MV 希望通過這首歌 大家都可以Online 可以Po一下自己跳舞 真的啊 跟爸爸在一起 當然有很多很開心的日子 以前Poco都有分享過 在他最忙的時間 很多時間都是在工作 所以他其實都內疚 不是經常都擺了很多時間 在你和哥哥的身邊 陪伴著你們 經常都成長 或者在旁邊 給了很多的鼓勵 或者是陪伴給你們 但是其實 一有時間 看到Poco 很努力去搓一些時間 給你們的Family 自己印象當中 有沒有一些很觸碰的時刻 是爸爸做了某些事情 或者爸爸的某一個樣子 令你很印象難忘 我覺得 因為以前小時候 不知道爸爸有多辛苦 但是我記得他當做單親爸爸的時候 會經常都帶我們進去片場 片場是我們的Baby Sitter 但是在那裡 真的感覺到 為什麼沒有其他小朋友在 好像很多哥哥姐姐都會很疼愛我們 又會說你爸爸真的很厲害 很愛你們 我越大就越發覺 爸爸真的很偉大 很辛苦 那時候 其實爸爸有時候會分享 以前他好像錯過了很多時間 因為要工作 其實我覺得我最幸運 是我從小到大都還未覺得 爸爸不是在身邊 他永遠不會令我們覺得 我們很孤狂 或者沒有爸爸在身邊 以前90年代會有些fax機 他會整天畫一些卡通 一些故事給我們 每天 每天 我會很期待我爸爸的情信 給我們 和卡通 當然每次香港飛回來加拿大 他都會有很多 斯拉姆娜的東西送給我 很開心 其實我自己又覺得 爸爸做了一個很好的工作 他真的沒有錯過任何事情 嘩 是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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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等很久 今年 接下來就是父親節 而你是成為了 別人老婆之後的第一個父親節 YES 你有沒有喝著一些特別的東西 或者少少透露給爸爸的驚喜 這首歌 哈哈哈哈 跳舞 這首歌 其實爸爸已經飛回加拿大 但他飛之前 我們也有Mother's Day 都當是Father's Day 跟他慶祝 因為我們每年的Mother's Day 都會跟爸爸一起慶祝 就是因為他之前做過我們的Mother and Father 是 所以當時有煮個美餐給他 然後也有DIY的 都是一個卡 情信 DIY做了一些襪子給他 嗯 是 有些襪子給他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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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看到Lasley 因為本身你跟爸爸的關係很親密 你說我愛你 對著爸爸對你是沒有難度 但其實很多人的心目中 跟父母表達愛意 都不容易說出口 我有很多朋友都會這樣 你也好 我真的不敢跟我爸媽說 我一說 不如你試一下 你今晚立刻試一下 大家都在同一句話 沒有這樣做 二十幾年或幾十年 我現在做 他們就會嚇到 其實大家真的要想 你只要 risk 你一兩分鐘的害羞 和害羞 和尷尬 你就可以給到你爸媽的開心 他們就算罵你 你為什麼說這些 他們其實是很開心的 所以只需要踏出第一步 你下次再說 你不用我愛你 你可以說 你記得以前你做過這個 真的很感謝你 其實你真的可以用不同的方法 來表達你的感恩 或者你的愛 小時候其實 爸爸媽媽都會拖著我們 其實等他們大了之後 其實我們不需要戒拜 因為小時候他們都會拖著我們 其實我們可以主動拖著他們 抱著他們 拖著他們出街 給他們多些身體語言 覺得尷尬就先試一下三十秒 下次再試一下一分鐘 你剛才說拖手的話 有一個很好的方法 就是如果長大了 子女要拖爸爸媽媽 就是我覺得行山 行山的時候 有些路紮紮的 就扶著爸爸媽媽 一拖那一拖那一拖 你不要拖著那一級就放手 然後拖著那一級 你也繼續拖著他 這樣走著看著沿路的風景 我覺得是一件很浪漫的事 你最近都感受到這些 感受到啊 一帶他去行山 就有機會拖手 哎呀這樣很好啊 不過兒子就難一點跟爸爸的 即是一跟爸爸 老爸I love you 他就說 是不是有事要幫忙啊 臭小子是不是要借錢啊 提示行為不是很好啊 有事搞不行啊 哎呀怎麼辦啊 今天都沾染了很多他的幸福 不單是跟老公那種幸福 和爸爸那種幸福的愛 都可以感受到 一圈圈 和你圈中生活娛樂大小事 直下Like Share Comment 再在YouTube按著小鈴鐺訂閱啦 想隨時隨地聽回精彩節目內容 快點訂購商台節目重溫啦